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担忧敌人攻势 恐怕从北方的白俄罗斯而来 因为卫星画面就拍下 白俄首都明斯克东南部90公里外的军事基地 开始大兴土木 可能就是瓦格纳流亡军的驻扎地点 但是领袖普里格金真的能全身而退吗 他是俄罗斯年仅28岁的银行家拜科娃 上周离奇从11楼住家坠楼身亡 时间点就在兵变发生的隔天 气人一斗 难道总统普京开始出手整肃议计了吗 普京参加科技论坛出手画了这张 被媒体形容是怪脸 怪的点还有他一反常态的亲民举动 似乎就是想告诉大家 谁都撼动不了他的地位 不过西方国家则是继续挺乌克兰 根据报道美国白宫考虑援助射程达到300公里的 ATACMS飞弹系统可以达到俄国本土 还有颇具争议的极数弹 至于能否拿扣押的3000亿美元 俄罗斯资产援助乌克兰 德国总理肖茨表示还要再研究 与此同时波兰宣布逮捕一名俄罗斯籍的